各位啊 如果说过年是所有人的节日 那么生日啊 就是一个人的庆典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在当今的中国啊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异乡打拼 也许呢 在身边没有亲人朋友 要一个人过生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 如果有一个陌生人 正在你身边孤独地庆祝他的生日 当你走进了他这个画面 你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观察 源自一段真实的监控视频 那天那个订单 它是顾客点给外卖小哥收的 当时外卖小哥来取餐后 他当时也很差异 然后让我反复问了几遍 后来我们就一起给客人打了电话 确认了以后 真的是确实是给他的 但是他非常高兴 因为那天正好也是他的生日 他找我一样的蜡烛 然后就走了 一乡的生日 一乡的生日 陌生人的蛋糕 眼泪和城市 有一样的温度 无数网友被深深打动 这是偶然的温暖 还是我们社会的常态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设置了以下剧情 喂 妈 我跟你说啊 我同事给我买了一个特别大的蛋糕 有水果的 奶油的 上面还插着蜡烛呢 桌上空空如也 外卖小哥说着谎言 帮目睹这一幕 你会怎么做 今天的拍摄地点 是市区的这家餐厅 我们在此隐藏了摄像机 现在观察开始 傍晚 店内只有一位顾客 服务员 你们这个汤是免费的吗 你这个做美汤是免费的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拿 拿一杯 对 因为今天应该要拿 谢谢啊 谢谢 拿着一个紫图 谢谢 你今天不考虑吗 我今天生日 给自己休息两小时 对 一个人过生日 是很多游子的常态 女士看着点餐区 叫来了服务员 你去给他 你去给他 谢谢我这个手机 喂 妈 喂 我正在过生日呢 我现在在吃蛋糕呢 好大一个蛋糕呢 我跟你说蛋糕特别大 有水果 有奶油 还插着蜡烛呢 你就放心吧 这边都挺好的 在外打拼 总要对父母藏起艰辛 现在河北那边冷不冷啊 但异乡的城市 其实也有温暖 我没点菜啊 谁帮我点 谢谢姐姐 女士 你好 我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卫视的一段电视节目 叫你会怎么做 然后你刚才看到的这一幕 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我不知道 我以为他刚好在那个 让我觉得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他刚刚那个打电话给他爸妈 是吧 应该是爸妈吧 我非常感动 他问那个是不是免费的时候 我就掉眼泪了 他问那个 让我泪目了 因为有一个感同身受的心 好 再见 我们把钱还给你 再见 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一等人心 他有同理心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 冲冲的路人 你忽略掉的 有可能是别人的重要时刻 嗯 你就给他 你给他 记得我最爱的 同理之心 无比珍贵 但却从不稀缺 相似的美好 还有这一次 喂 妈 我正在吃饭呢 聚餐 同事朋友都在呢 他们都在给我庆祝生日呢 现在在吃蛋糕呢 同事给我买的 我都跟他们说了 让他们不要买 他们偷偷给我买的 类似孤独的生日 类似炫耀的电话 也许每天都在发生 我跟我们领导一块吃的 只有我们领导记得我生日 我很好奇啊 如果说上半场的观察 是一位特别暖心的大姐 那对面的这个大哥 他能做什么 一般来说 到了这个年纪 心都比较硬 啥都见过了 中年男人的倔强吗 我也不知道他能做啥 就在这个过程呢 会有男女之别吗 我特别好奇这个 大家猜测之时 男士已经有了行动 他压着声音 我们听不到对话 他刚刚说 让我帮他点一份 小炒黄牛肉的饭给他 然后刷他的卡 他妈给他打电话 他不知道他妈 他妈给他打电话 这样说 你还看我过生日啊 看我领导 看我什么事 那我等会拍视频 给你看好了 那就先这样啊 男士没有再看 但其实 早就为身边的陌生人 做好了准备 哥哥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帮他打电话是吗 能配合你 对 心有灵犀 好可爱 知赖知王 就是假装是我的领导 然后拍视频就会 你讲电话 我叫小炒 小炒 我们在当时 老师 我小炒的领导 小炒在那边工作挺好的 你们放心 今天我们一回来播出热 我们就先开始 可以吗 好好好 可以开始吗 叔叔阿姨 你们好 我是小炒的领导 我们这些朋友 同时跟他一起过生日 很好 你们放心 这孩子很努力 我们吃东西吧 行 谢谢 我们再见 拜拜 你今天做得苦 明天会有福吧 谢谢 对眼前这一幕 男士似乎特别 别理解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很正常 我懂 你在外面 听过 我是本地人 我也是最近从海底才回来的 所以我知道一个人在外面真的很不容易了 我完全理解 我也这么过来 病大多的我 但是心里面的理解 以后没问题 你现在没事的 你用你的生活一定会死 谢谢 哎呦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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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哪个人 我是 多贵的 多贵的 难怪你有多贵人那种物理 得善良 你看就好 能遇到你 我就觉得 我听生日很特别 都是这样的 也许 身边的陌生人 就是世界 给我们的馈赠 甚至 还附带着惊喜 男士没有说破饭的来由 只是把一些人生的道理 一些温暖的苦力 做成了生日的礼物 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我还会给你 然后你看到的这个 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这样是吗 那份饭其实是你买的 对吗 对对对 然后刚才说是店里的活动 对 因为很简单 我也是跟他们这么 跟他这么过来的 你好像很懂这种情绪 因为我自己也就是一个 平常跑市场跑业务的人 你说红脸白脸我也见过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就很有感触 应该这样说 并不是说 我很懂 但是说我感受过 那种感觉 然后跟他可能多少 产生了一点共鸣吧 想问一个细节 你为什么跟他说 要是说是店里的活动 不是说 我请你吃个 因为很简单 如果说店里的活动 对他来说是 可能会比较好接受的 如果说是我自己 花钱那个什么 他可能会不好意思吧 对吧 你可能想办法 把钱还给我 就到时候 你来我去的 我就特别不好 我只是想表达 一个温暖 一个善意而已 那么我也不想办法知道 对对对 就是给一个鼓励吧 这样子 然后小兄弟 也是非常触动我 虽然你们是这个节目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也经常看 你们以为你会帮忙 他打这个电话 就没想到你还会帮忙 他点一份食物 因为我不能看到他 饿了肚子 我在那里吃 我真的不忍心 特别看见他 特别小 感觉看到了 自己的影子那时候 这样子 谢谢你 非常非常非常 谢谢你 如果不是最后 我们把这个话筒 采访 递到他面前 他要永远把这个 善意的谎言 尘封在那里 他不会戳破 他不会告诉 这个小伙子 这是我给你点的饭 你吃吧 享受这个生日吧 假设我是这个小哥 这一天 我得到了一个好心人 给我的一份礼物 与这相对应的 如果是基于我的人品爆发 给我带来的 生日当天的好运 带给我的快乐和幸福 我觉得后者 给人的感觉更好 那么只能说 这位大哥非常成熟 非常洞察世事人形 他给了对方 一个更高级的快乐 而且大哥还给 这番举动 做了一个很 自然的标签 他说你看 你天天给这家餐厅 做外卖 对吧 跟他们工作 那你生日的这一天 他们给你送上个礼物 我觉得也是对你的一个 很好的肯定 对你的肯定 对啊 所以小哥哥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就觉得原来 真的是 只要努力 就能够有更好的结果 是我自己的努力得来 是一个工作的正向反馈 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明 文明的话呢 不仅仅是说 我有理由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对你的体量 以及我对你的帮扶 它是默默的 我是在你身后的 而不是走到你身前 我让你觉得 你后面不空 而他做的这一刻 就是你的生日 我替你点了一份 带肉的菜 那么我希望你有力气 有勇气 能够更加刚强的 在这座城市带下去 接下来的观察 我们把场地 换到了这家汤店 这里地处城中村 离繁华不远 常有外出闯荡的人 在此用餐 我们重新安装了摄像机 观察 在此开始 一伙人在给我庆祝生日呢 还给我买了蛋糕呢 你放心啊 我挺好的 真的 有谁在啊 我的领导 同事都在呢 好大一个蛋糕呢 怎么还点了蜡烛 独自过生日的外卖小哥 虚构着一次热闹的庆祝 我应该过年才能回去吧 岁岁常为客 年年不在家 但家中总有牵挂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要切蛋糕了 你要看啊 那我等一下拍视频给你吧 哎呀真的真的 领导都在呢 我不骗你的 店内顾客不多 试试求助这位女士吧 姐姐你好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嗯 你说 我今天生日 然后我骗我妈说 我同事领导帮我一起过生日 但是其实就我一个人 然后她非要看 我能帮你什么忙 就是你能不能假装一下 她是我的领导 啊 领导 同事可以 我感觉领导没有那个气质 可爱的小姐姐 同事也行 可以可以 没事 然后我刚才其实有在听 你这个三明治就当做你的那个 是吧 我没有动这个 这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事 没事 其实我刚才就有想把三明治给你的 其实礼物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让我们退回到刚才 当演员打电话时 女士正好起身点餐 一伙人在给我们庆祝生日呢 还给我买了蛋糕呢 我们现在正要切蛋糕呢 似乎听了很久 她才走去取餐 原来 善意 早已在身边等待 我要说什么吗 说生日快乐可以吗 也可以 你就说 就说我 工作挺好的 不辛苦 好 可以 嗨 这是我的同事 然后呢 今天蛋糕是她给我买的 她给我过的生日 不客气 就是妈妈你不用担心 阿姨都挺好 都挺好 我们都挺好的 同时之间相对的力量浓下 你就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好 可以 我帮你一把不是骗了你的父母 而是为了安你父母的心 那就先这样说 我们吃蛋糕 好吗 拜拜 拜拜 谢谢 没事 没事 你吃着拿去吃 好吗 你吃了吗 要不我帮你点点东西 点拌粉可以吗 我觉得这里拌粉是她的特色 可以吗 还是你想点什么 你自己点 没事 我就相当于一个小小的生日礼物一样 对 那我就点个拌粉 可以 陌生的姐姐张罗着晚餐 陌生的城市 有了家的温度 这个三边睡衣 拿去吃 出门在外有点不容易 你是零人后吧 我才十九岁 十九岁 你刚刚十年 好好好 你坐 你坐 我 我 没事 我第一次出来用 还习惯吗 好 还行 没事 年轻的时候肯定是要稍微多吃点苦的 就一样 我比你大不了多少 我九六岁 本以为会是一次温馨的谈话 谁知女士的话题让人措手不及 刚从外卖不久是吗 对 刚刚找到工作 怎么会选择在美团呢 你这个美团是别人介绍你的吗 自己找 自己找 为什么不找二勒梦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 只是节目组刚好借到了美团的衣服 但为何女士如此在意呢 她就在二勒梦当馆里 所以我才刚才会这样说 也很事件啊 对对对 开始猎头了 感觉像 插曲之后 女士点的半粉准备好了 好像很好的吧 我这多多粉好了是吗 你跟进来那边 对 她亲自接过 端了过来 谢谢 然后女士回到了原位 留下了礼貌的空间 只是原本空空的桌上 已经堆满了生日祝福 女士你好 你好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然后你刚才看到的这一幕 这个 他们小哥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演员 这不是电视里面出现的吗 我觉得刚才做得特别特别的暖心 没有没有 南昌人都会这样做 都会这样做 我有点措措不羁 我一直内心在纠结要不要给她 因为我只设一个三明治来 要不要给她 一次前就已经想去关心一下她了 对对对 会有会有 肯定会有 为什么会这么细腻 其实你也不认识她 就是个陌生人而已 我觉得出门在外其实 都会有不容易吧 像她说她比较小刚出门工作嘛 最开始不管是你创业还是说你工作 刚走上社会的话 肯定是会有一些的不容易的 肯定会有不顺心的 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这样一份关心 三明治 小礼物 会有怎样的改变 如果她下次碰到这样的 我相信她也会把这份安心给传递下去 我觉得她肯定是会的 谁说我们的年轻人 不关心世界 谁说他们长着一张冷卧的脸 你看多热心啊 这种热情是你真的 回看视频的时候 你还能够去回味的 还能够去体会得到的 我觉得这位女士 是一个很好的HR 或者叫人事主管 马上想到把这个小年轻人 挖到我的或者我爱人的单位 生日的时候会给妈妈编一个谎言 这样的年轻人的人品 差不得哪里去 一般的招聘中 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是不可能测试到这个方面的 是的 而且甚至很多的节目 都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竞品关系的 但是我们能够坦然 其实核心是什么 它只要能够帮助大家解决 灵活用功的问题 能够解决 我只要通过努力 就可以获得我勤奋的代价和本钱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建议 不妨多一点 这样的广告不妨多一点 为什么今天这个片子的前提特别打动我 就是外卖小哥给妈妈打电话 是因为我开始知道给父母过生日了 就是自己的生日其实过不过也不太重要了 会觉得父亲和母亲更重要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自己会成熟的那一步 就算自己一个人行走 自己一个人孤独 还要去编一个谎言 让母亲受到安慰 让母亲快乐 所以要珍惜每一个过生日的人 也要珍惜每一次的生日 它不仅代表着你又成长了一岁 它更代表着你在人世间的收获和积累 又多了一分 晚餐时间 店里迎来了用餐高峰 直到夜色渐深 餐厅喧闹退去 观察才再次开始 喂妈 我正在过生日呢 同事朋友都在呢 给我买了个蛋糕 现在在切蛋糕呢 好多人呢 挺开心的 你放心 旁桌的女生 好像看穿了演员的小把戏 蛋糕特别甜 水果呢 还有奶油呢 应该是为演员点了食物 但理由却十分少女 还挺帅的 原来我们的男演员颜值也很重要 你要看 那我怎么给你看嘛 那我一会儿给你拍视频吧 食物被端了上来 果然是一份礼物 沉浸在表演中的演员 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不承纸 请我吃啊 今天是你刷诱 谢谢你们 哦 谢谢 回家 回家 直接好一点 她真的脸红了 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吗 可以拍个视频 可以 女孩善解人意 消融了一些尴尬 我先放过来 假装东西有点热闹 小心 我叫小唐 小唐 小唐 不好意思 我耳朵有点不太好 就跟我妈妈说 我在这边过得挺好 阿姨好 然后我们跟小唐在这边玩 生日 然后就跟阿姨不要当心 嗯 应该会 我说 我说 好明朗啊 这两个唱的 对 妈妈这是我两个朋友 就是 今天蛋糕都是他们给我买的 哈喽阿姨好 然后今天小孩生日 我们跟他一起过 然后阿姨不要担心 谢谢你 没关系 如果就是我们两个 就让你感觉到开心了 那我觉得 就真的 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那种做那么有意义的事情 会让你感觉自己开心 就是可以让自己开心 也可以让自己开心 这是我 我 对社群的那个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这样很瘦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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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不顾言 干嘛 平常都不太感情 你才是唱话 哈哈哈 哈哈哈 十五相反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射女孩 哈哈哈 玩笑拉近了距离 仿佛真的是好友间的情声 今天我们俩就是你的认识的新朋友 哈哈哈 嗯 可以叫我小曹 他叫小吴 哈哈哈 一起吃 都是朋友了 那肯定可以一起吃饭 对吧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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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外月色明朗 一如此间的女孩 有的时候在发现身边有一些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会先去主动帮助 因为我看有些人会比较腼腆嘛 然后可能就是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哥哥也蛮辛苦的嘛 也是之前读中专 然后就没有读了 因为为了家里的压力嘛 就是到现在都很久没有回来了 都有三四年 就也能想象到他有时候在那边就是报喜不报忧 我我就是有点带住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希望我哥哥在外面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真是可爱的 文明的加持 让你觉得这个蛋糕就在眼前 所以每个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去奋斗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果说生日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曾经来出的张望 是多年前你和你的家庭的一场盛大的庆典提醒着你我他独一我二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你会发现生日可以是对周围人对世界的打开一份善良的邀请 也让善良的陌生人成为我们人生路上能够互相陪伴和祝福的小伙伴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会